你看我走路的姿势对不对 讲话久了你看我心态对不对 讲话内容对不对 那你就没有白来 所以在这一点 那忏悔不是光一念 谁不会念 念了哭哭啼啼的 结果也没忏悔到 所以因为你不知道 你的缺点在哪里 我想各位就像现在男众 他们哇落法了 给他们鼓掌 你这两天去外面走走看 路边还有人会停车 师父 阿弥陀佛 搞不好还拿一包红包给你 师父你没车坐吗 你去宿舍餐厅看看 你吃饱饭有人跟你付钱了 餐厅老板师父你来来 我们供养 觉得说怎么变皇帝了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出家 变皇帝了 然后就指东指西 别一直惨 自己不做了 我以前扫厕所 现在人家被我扫了 一下就惨了 我也会生起傲慢 所以 但是这是因为众生尊敬三宝 但是你要知道 那人家为什么要供养你 因为你是众生的依靠 你可以带我们解脱 供养你可以得到大福田 如果 当然我们没有福报给他 那你下辈 他供养你几次 你准备去那边洗碗吧 下辈子你可能就去做他儿子 好好地去孝顺他了 因为你接受他供养 所以越接受供养 那就要越认真 所以我们还要念 希望我们这些福报 不然这下欠债可多了 所以了解自己的缺点 那当然念我还是要带着各位念吧 杀业的债主 偷盗业的债主 邪淫情债债主 苦业债主 喝酒吃肉的债主 那这些在来自于我们的贪嗔痴 种种的烦恼 傲慢怀疑 记住 我们叫大随眠 中随眠 小随眠 各种各种 那所有的这些烦恼 就来自于我们的我职 无名 没有空性 这些一定要对峙他 就学乎了基本 处理心 所以找到自己的缺点 所以各位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认为 自从我出家以后 就是做一个别人的模范 那我师父给我说 穿衣服 像我出家在台北 恒春 后来回台北 台北又恒春 恒春是热人要命 所有出家人都是脱掉袜子 穿个拖鞋 穿个中挂 实在是热人要命 但是我师父说 你只要站出来 给别人看到 你一定要穿着长衫 而且师父送给我那套长衫 还冬天的 要让你拖鞋 所以 那当然我就严格按照这样 因为我从来都是这样 所以那我施工更严 你只要过去要跟他讲话 就像各位这样 要搭一慢 你要搭好 你不搭好 没资格跟他讲话 他不是说找麻烦 因为他要留下这个 佛教的一个传承吧 不然的话 佛教就一代一代差 这些严格是你心里高兴的 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 你觉得 越严也好 越严也好 所以各位也不要怕魔 魔会跟着你 是因为你不想修 如果你真的一直在认真 魔永远看着你 但是他碰不到你 但是他要24小时 分分秒秒像 找到你一个缺点来攻你 那如果有魔一直靠着你 而伤害不了你 你是个大修行者 所以最后呢 魔要完就转为你的护法 不然就离开你 那当然在这一点 还是希望早上说了 各位利用这七八天 改变了自己 削了一些业障 然后至少你可以很快消 这个业障 跟时间没关系 这跟你决心有关系 什么是消业障 最好的方法呢 来 发菩提心 所以佛罗说 这个发菩提心 就像大太阳一样 几万个太阳 这个再多的冰块 都可以化掉 那你要实时保持 那什么叫发菩提心 那你要研究经典 所以然后按照这样的心态 来回光返照 那当然忏悔就是把 累劫了恶业 现在的烦恼 要真心的 所以各位最好 自己有时间多拜佛 这个休息时间多拜佛 还是你要拜佛塔 拜佛 一直的忏悔 忏悔不能光喂自己了 然后慢慢的变成 带众生求忏悔 你自己不吃肉 但是这个世界 多少人在吃肉 你自己不生气 这个世界多少众生 因为称恳而受苦 然后我们就不断的 替他忏悔 讲到爸爸妈妈 各位就容易 因为我们不忍 父母为我们苦 乃至他老了 失智了 生病了 你心里很痛 因为我们感恩父母 当然一个不孝顺的人 没这个感觉了 正常人是有这个感觉 那时候你会自然跪在地上 替父母求忏悔 因为希望他不要有一点点痛苦 那菩萨呢 替众生求忏悔 众生越坏 你就越忏悔 不是怪他 他非即我非 是我来忏悔 所以当然 当然你要先忏悔 你要先忏悔自己的 乃至你忏悔自己的 兼众生 我的沙业 所以我也顺便承担 众生的沙业 来替他们认真地忏悔 又广修消除沙业的功德 等等 好 所以各位 事故应于三宝前 只要我们还没成佛 我们永远在忏悔 就算成佛了 就看到这么多众生还在痛苦 更要虔诚忏悔 愿待众生受无量 一个圆满的菩提心 可以承担 你只要发菩提心 念佛往生净土 始发净土 来去都是自如的 所以 而且分身百千亿 你哪一天要来视线为肉体的 一个化身 也可以化无量化 化无量的身体 为了要成佛 当然要精进 但这些业 真的要认真 别人讲我们错的时候 赶快合掌 回光返照 不要一错再错 比如说我现在坐在一边 我看到某人在睡觉 我说 下回不要睡 那你只要盯下来 我跟你讲 我们下回名牌要改 各位翻过来 大概今天晚上开始 把你的号码写大 100像犯人一样 我才知道 102在睡觉 因为这样写 我看不到你的名字 就一张牌子 后面是白的 写大一点 我们晚上会准备出了原子 103 001 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对不对 然后就 嘿 001 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吧 因为 当然了 你愿意 发好心 然后 这些 越干净的地方 越有人要去住吧 你的心 动机正确 又清静 那些累世的因缘 佛菩萨 它就在你心里面 一直来引导你 创造成形象 来告诉你 但是首先各位你要 生大惭愧 求爱忏悔 虽然我们不是有什么大功德 但是我们的决心不改变 我们要 深信因果 解脱生死 要学佛慈悲 变成佛 度众生 你定好 所以当然有人会问我说 师父那你帮我看看 我的师父在哪里 问题是早上你头顶 问题是你不理他 你做一个好学生 就够了 你做一个佛陀的好儿子 好弟子 好儿子就是菩萨了 好弟子就是一般的 你阿罗汉都只是学生而已 不是佛陀的儿子 所以 那你愿意这样做 那 十方诸佛都疼惜你 都照顾你 你会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啊 但是先把自己的分别 烦恼 业 净除了 不要急啊 如果你业让重 身口意 后面我们会传十三业 那 你这个业 如果太重 当然你会得到菩萨戒体 但不见得你能够有修菩萨的功德 也不见得你会有真实的圆满戒体 好 所以对不起我讲的比较多 但是希望大家一起前程来忏悔 好不好 然后每天检讨 每天改变 现在要 把忏悔化成实际的行动 要教各位观想一下 师生法 拿摩祖师 就化成莲花戒 到西藏 又传了这个方法 传给马吉拉尊 那我们要忏悔杀业在主 那你就要观想 用你的身体 被百千万不一样的冤心在主 甚至站在菩萨道 然后替这些猪被杀 替这些人被杀 替他们被 枪毙 比如说你要超度南京大屠杀 站在菩萨道 南京大屠杀 这被杀掉了这三十多万人 有士兵 有妇女 有各种小孩 而且做了很多残忍的强奸 活埋 各种各种 那你就要把你自己变成至少 三四十万人 有军人 有女 然后他们的刺刀 他们甚至把你抢奸了 然后再把你杀掉 各种最残酷的方法 你要这样观想 观想 那观想的过程里面 当然站在葬首尔会念一个配 这个配就是把自己给他 切给他 切成百千万片 今天这么多猪被吃掉 我们替他们还杀猪的债 这么多牛 你看他们这样流血放血 那他们来报仇 那个人就会变成这样 被换成被他杀 换一个立场 所以那你就要 观想被他们砍 被他们杀 那强奸了呢 那你就要观想 你被他们强奸了 被他们侮辱啊 你的所有的金钱在主了 你的所有钱了 口业在主了 现在你就跪在那边了 然后一万个人在骂你 骂到很难听 骂到 然后又给你丢石头 各位你要看 在国外这个女孩子犯错 几百个人可以丢她一个石头 而且石头还不能太大 还要丢到慢慢死 这样 那你必须愿意去承担他这个苦 然后就让自己 那这个冤亲在主就很高兴 刚刚讲的忏悔 是理论的忏悔 我们从思想上去忏悔 那现在这种实际的 然后在这八天之内 七八天 你不要什么都 功德可以带走啊 冤亲在主带不走 不要带走 不然的话 对你不好 要有这个决心 冤亲在主跟多跟寡无所谓啊 是你有没有一个决心 决心 然后你就不会再 为这个事情而苦 那当然 那这样你才可以进一步去思维真正的佛法 不然你看不懂佛法 我执太重的业 法执太重的业 你看不到佛法的真理 会觉得好可惜 就像念大悲咒人 却不懂慈悲 大有人在 所以我现在我们大家 这样观修 杀业的债主 偷盗的债主 那你要把你的钱就一直给 一直给 然后无量的钱就一直给 拿那个偷 所以血淫的债主 口业的债主 喝酒吃肉的债主 甚至 然后代替所有人类 第一次世界大战 死了多少人 那你要观想 变成多少的军人 多少的什么被杀 杀到 你要怎么观想 观想到 好像杀到他们不想杀 大人很累 就OK了 然后他甘愿 就愿意大主甘愿了 甘愿了以后 然后我们要带他皈依 好不好 所以我认为各位皈依 已经皈依了多次了 我们这一次的菩萨节 所做的一切 都是带着众生 带着众生忏悔 带着众生皈依 带着众生发愿 那我想这样才有意义 而不是每次都多一次 故意 反正你没什么感觉吧 所以老实说 我在观想的时候 有时候会哭 有时候会觉得很痛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 然后要去感受到对方 比如说 有人叫你在面前 亲手杀掉你的儿子 然后给你选择 你看你要杀掉你儿子 还是要杀掉你爸爸 然后你一定要做 你不做 他当场在面前 杀到很难看给你看 如果你做 你可能一刀就把你儿子 断脖子 让他死得快 知道吗 他是你心里会痛的要命 但是各位冤亲在主 就是要这样模拟 因为他不甘愿 如果你得到鬼王 他更要